而松山機場呢又出包了 這一回呢是在行李的轉盤 昨天晚上六點多的時候呢 訴訟帶突然是發生了故障 讓將近有四百名的旅客 苦等了將近九十分鐘 有的旅客呢因為等太久了 無法提到行李 當場是破口大碼 大家等很久啦 這跟華航反應啦 跟那個反應呢 他說那是民洋局的事跟我們無關啦 人家說你飛機訴訟帶 這是你們運輸的問題 跟華航跟民洋局什麼關係啦 啊態度就就就就就就就 掉火腾噹的我跟 民眾越講火越大 因為從上海到台北 已經兩個小時過去了 行李卻還沒有領到 讓下飛機的四百名旅客 只能在松山機場空等 一次兩三件一兩件 兩三件一兩件 那我跟你說明原因嗎 是為什麼 如果說什麼訴訟帶壞掉啊 所以你的行李 現在還卡在裡面 還卡在裡面啊 不爽啊 那他那種那種態度很不屑 真的很火大 乾脆連行李都不拿了 到底什麼原因 華航不願對外說明 不過回頭看 這已經不是松山機場 第一次出包 去年12月 二航下地板破洞 鋼筋外露 今年4月 則是監視器被發現 沒有通電 形同虛射 6月1號空橋打不開 讓長榮247名旅客 哭等35分鐘 上週則是因為機場 只有兩個行李袋 被民眾抱怨 提令行李耗失 21號晚間更誇張 6點多 行李轉盤故障90分鐘 讓400名旅客哭等 晚間8點多 終於狀況解除了 但是松山機場 沒有對外說明的態度 不只解決不了民眾 一肚子的怒氣 也壞了旅客性質 中聯新聞 林冬明 閻聽SNN小組 台北報導